我是赵少康 欢迎你来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 泰白股市现在上涨43点 泰国昨天上涨了83点 涨0.7个百分点 现在涨42点 美国道琼昨天跌 跌282点 跌1.04个百分点 但是NASDAQ是涨的 涨了0.67个百分点 S&P500跌0.53个百分点 飞车门道题涨0.33个百分点 所以涨跌互建 有些个股涨得很凶 像这个Microsoft昨天一天就涨3点多个百分点 欧股三大指数都跌 英国小跌 法国 德国都跌0.7 0.8个百分点左右 天气今天6月11号 台湾各地 澎湖多云道晴 只有东半部还有马祖金门有短暂局部阵雨 午后至夜间东半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明天6月12号东部东南部地区就恒春半岛的局部短暂阵雨 其他地方都是多云道晴 今天基本马祖有低云或局部会影响能见度 主要是要飞航要注意的 飞机飞不飞 各地温度 北北基今天26到30度 降与距离30% 陶珠苗26到32度 降与距离10%到30% 中张头24到33度 降与距离10到20% 云加南25到33度 降与距离10到20% 高频是26到35度 降与距离10% 依然26到34度 降与距离30% 花莲2633 降与距离60% 台东2632 降与距离30 外到2531 降与距离10到30% 所以在西半部高频最高会到35度 其他地方都是32 33度 东部宜兰最高34度 其他地方32 33度 所以都还蛮高的 气象达人的网站是说 稳定闷热要防中暑 周五要变天 变什么天 今天中部以北跟东北云量偏多 又局部零行短暂争雨 不过云量会逐渐减少 预计今天白天可以看到阳光 还是炎热稳定 中午高温多有31到33度 要多补充水分 如果在户外工作 或在户外从事剧烈的活动 中午前后了 感觉心跳加快 头晕恶心不舒服 要赶快找遮阴处 适当的休息以免发生中暑 今天台湾还受到西太 还受到太平洋高压边缘的影响 偏南风持续增强 周五热带低气压扰动的外围云溪 就会逐渐北上到台湾附近 伴随东南风及偏西风 迎风面的台湾东部及东南部 将逐渐有零星短暂阵雨 周六阵雨会更加明显 周日降雨趋缓 东南风减少 西班部山区 就要留意荣有午后局部阵雨 那另外海上有风浪 特别南方 所以做海上活动要特别注意 反正就是礼拜五开始 逐渐的有零星短暂阵雨 礼拜六阵雨更明显 礼拜天减弱 大概就是这样 五六日 反正都你看东西 很多时候看到重点 一大堆 怎么办 从里面找重点 全部你也不听死人 美国非洲裔男子Floider 被白人警员压紧超过八分钟 窒息了他弟弟 菲洛尼斯今天在国会听证上 激动地说 黑人命只值20美元吗 他说这个时候应该减少警察暴力 停止痛苦 美国联邦众议院司法委会10号 针对种族正义跟警察暴力 召开第一次听证会 George Floyd弟弟呢 叫做菲洛尼斯 他说 上个月25号 弗洛尼斯在窒息死亡那天 没有伤害任何人 店员怀疑他用假钞 但他不只得为了一张 20美元假钞而死 弗洛尼斯问在场的人 一条黑人命就直尿吗 20美元现在已经是 2020年的真够了 不要让他白白死去 是你们的责任 先前法官裁定 警员萧文可以 以125万美元 无条件交保 或是100万美元 有条件交保 目前美国众议院 正在全面推出 改革警察执法过程的法案 可能下个月就会表决 参议院也正在 沿递推出类似的法案 反正全世界都一样了 发生事情 他们就开始立法委员了 就国会员就开始 我们要立法案等等 他这次主要的问题 就是因为 第一个萧文犯什么罪 就是那个 弗洛尼斯犯什么罪 就拿了20块假钞了 用假钞去买东西了 那店员还就发现是假钞 所以就通知警察来处理 警察来处理呢 反正中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把他压制在地上 理论上 他如果 就是处理 叫你上警车 戴手铐 你就跟着 一般都是这样子嘛 那为什么把他压在地上呢 中间有发生冲突吗 有吵架吗 不知道 这个过程我们现在看不到了 细节看不到 那他当然是所以引起愤怒 就是因为四个警察嘛 一个华人 好像是把风 就是说看了 其他人就三个压他 那他手无寸铁啊 而且跟他 警察说我不能呼吸了 I can't breathe 结果呢 还是没用 那我不能呼吸 I can't 我不能 Beathe B-R-E-A-T-H 还加一个E E是 B-R-E-A-T-H 我们讲是名词呼吸 B-R-E-A-T-H E就是动词 对我们在初中都念过 那 他说I can't breathe 我不能呼吸了 但是还继续压 所以引起公愤了 但是我有在想说 美国那个警察执法 真的也是很 很为难的 我常常觉得我们台湾警察 在执法太大胆了 美国绝对不会这样 比如我们在路上拦检 就这样车子就拦下来 然后警察头就伸到 你的车窗里 车里面就闻 哎呦 这怎么可能在美国 会这样呢 你头早就断了 怎么可能 那 警察都担心说 不知道哪个车子里面有枪嘛 那不爽了 会不会就开枪打你呢 美国连以前那次 能源危机的时候 排队加油 都有那个顾客 为了时间慢一点 互相拿枪在那边扫射 老美有很多那种个性是很 很极端的 很不能控制自己的 我常觉得 东方人比较能够控制自己 西方人比较不控制自己 就是不管在哪方面都是这样 在情绪很容易就上来 那有个枪 警察的执法是很 你比如你看那些警匪片 你就看得出来 那个美国警察也是很辛苦 很为难了 他不知道对方会不会开枪啊 所以他就防御性很强 在台湾很多时候 你一定不会就一枪就把他打死了 那美国经常是一枪把你打死 欧洲也是这样子 只是一般你可能也看不到 打死就打死了 就不管是警察打死犯人 或者犯人打死警察 但这个是因为现在是 社群网站的时代 每个人都有一个手机可以拍啊 拍下去可以上网 这就很麻烦 所以美国警察到底该怎么执法 我们台湾常常讲说 警械使用 什么时候可以合理的使用警械 在台湾都很难 你到底射他哪里 就是不行 你不能射他心脏 你要射他腿 问题是那个腿很难射 你靠过手枪没有 手枪后座力很大的 有没有胸旁可以抵 你步枪和一个胸窝 你打把过头可以抵 通常拔完了以后 那个都是瘀血 为什么那个后座力很强啊 你可能顶得不够紧 又没有依托 手枪没有依托啊 后座力也很强啊 所以你手枪绝对不是单手去射 一定是双手嘛 对不对 一定是一个手扶着另外一个手去射 那就是减少一些后座力 所以要光要 你说我一定要射哪里就射哪里 不是神枪手 很难射的 搞不好我要射他腿射他个肚子 我要射他肚子还射到腿 所以在台湾 警械什么时候该使用 都有很多的争议 在美国那种地方你自己想 所以他现在国会要立法 参众要下个月 月初就会表决 叫做警察执法过程 要规范他们 怎么样可以 怎么样不可以 很难啊 真的讲实话 这个很困难很困难 这东西永远不会 这问题永远不会解决的 会议继续下去 你看好了 德国延长非欧盟国家的旅行禁令 就是你欧盟国家我可以让你来 非欧盟国家继续不准来 我们休息一下 我是赵小康 欢迎你回到赵小康 神的现场开股 现在上涨 16点 德国要延长 不是欧盟国家的旅游禁令 二死还是病死了 这是问题了 防疫跟经济 两难 任何一方都不要太过 德国担心疫情 宣布对非欧盟国家的旅行禁令 延长到八月底 但是奥地利准备在这个月中 开放意大利的边境 允许三十一国的旅客入境 德国就 奥地利就旁边嘛 你看一个国家这样一个国家那样 奥地利很多人讲德语的 三月中旬 德国疫情那时候很严重 实施前所谓的旅游管制 禁止所有国外旅游 不过呢 疫情慢慢趋缓 德国人从六月十五号开始 可以自由前往欧盟的会员国 还有英国冰岛 列支敦斯登 挪威跟瑞士 列支敦斯登 列支敦是什么国家 在欧洲一个小国吧 好像也是一个免税天堂 很多有钱人喜欢把 把国籍放到那个地方去 这样的话就可以少很多的税 其他国家呢 德国政府认为还有疑虑 就要担忧 疫情如果爆发 非欧盟国家没有共同标准 跟协调程序 所以要连延长旅行禁令到8月31号 首当其冲土耳其 德国人过去呢 除了西班牙意大利 最爱去访问的就是土耳其 那德国的土耳其 外劳也非常多 德国有非常多土耳其的外劳 土耳其是不错啦 对旅游来讲土耳其真的不错 它处在亚洲欧洲之间嘛 它的国土有一部分是亚洲 大部分是亚洲 一小部分是欧洲 一个桥 过去过了桥就比如欧洲或者亚洲 这两边 很特别这个国家 你原来你会想土耳其是土土的 不是 为什么它主要因为 离欧洲近受欧洲的影响很深 所以环境各方面都 都非常好 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我没去以前 我想象土耳其 觉得很落后 不是 觉得不错 各方面都不错 食物也很好吃 很好吃 那旅游的点也很多 然后呢 它的这个 因为曾经那么伟大过 所以呢 它的博物馆 哇 你很难想象 怎么有那么多宝贝 我不觉得比故宫差 里面东西真多 中国东西很多 在中国都很少 都那边一大堆 怎么可能呢 就是 比如说你真的很惊讶 你到世界去看各地的美术馆 博物馆 很惊讶很惊讶 我讲过嘛 巴西那个圣保罗的那美术馆 你怎么想 怎么可能了一个美术馆 有这么多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品 怎么会在巴西圣保罗呢 怎么可能呢 其实你觉得 现在很多其他美术馆 一张就了不起 一大堆 几十张的那个地方 为什么 因为二战的时候 很多欧洲人 跑到巴西去 就带了很多宝贝 我想特别是犹太人 所以就带很多东西去了 张大千不是都在巴西住过吗 所以很多地方你很难想象 土耳其简直是 博物馆里面简直吓人 那个东西 在奥地利外交部长宣布 6月16号重新开放奥地利 跟意大利的边界 有31国旅客可以入境 有没有包括我们 大概不会 好像奇怪了 防疫的时候都我们做很好嘛 记得吗 怎么到了开放的时候 都没有把我们放进去呢 35个旅客可以到澳大利 包括多数欧洲国家 但是不包括瑞典 西班牙葡萄和英国 瑞典有那么严重吗 西班牙葡萄和英国 不包括 没有把我们放进去 又有不同的讲法 一种就是说政治 我没有开放中国 怎么先看台湾呢 这是一种讲法 但六万讲法是说 你塞的不够嘛 你到现在普塞了多少人 但是我们检查病毒多少人 那就几万人吧 我觉得就六万到八万 大概是这样 那你今天说你很干净 那别国家不相信 人家每天就塞八万 你到现在为止 三四个月你才塞八万 所以你说你干净 他为什么要相信 因为你塞的人不多嘛 那我们认为不必啊 我们塞 城市中 我塞那么多干嘛 不需要啊 塞也塞不出来啊 干嘛浪费呢 但是别的国家 因为塞很多 那个量很大 你看韩国 什么都塞量非常大 美国量其实也很大 所以当你塞那么多 他们塞那么多的时候 他就觉得你塞的不够 就不相信你的数字啦 我是相信我们的数字的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但是外国人怎么知道 他就学你整个 你一共检查多少 他检查八万 你说你都没有确诊 我检查了八百万 对不对 你八万你怎么确定 类似这样 所以就把你台湾都没有放在第一批了 我想政治旅游可能也有了 另外就是你人少嘛 但你人少的时候 你对任何国家 都不是观光的重点 对不对 我们常常觉得 我们台湾两千三万 很了不起 到处去玩 意大利西班牙都一年 都有八千万游客 你全台湾人去四次好了 不过就八千万 所以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很伟大 人家看起来 你带给他的市场 是很小的市场 旅游也花很少钱 也花不了多少钱 台湾人还蛮节省 东西也买不少 也买不多 对不对 买一点点 也不可能大批去买 所以你对他的经济的 创造力是有限的 所以人家没那么在乎你 只有北海道了 我觉得台湾人去北海道 不过不是你台湾人去北海道多 日本人去北海道也不少 而台湾人喜欢在冬天去 这点很特别 没有人要去的时候 你台湾人要去 没看过雪 所以对北海道来讲说 冬天本来是经济很差 这次台湾人来 对我们的经济有帮助 有点雪中送炭的味道 景上天花没意思 夏天大家都去 你去又怎样 冬天没有人去你去 人家觉得台湾人真不错 我们天气这么冷 没有人要来天寒地冻 台湾人很高兴 打雪球高兴要死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就回来 我是赵好康 欢迎您回到赵赵康 现在夏天10点 日本 本来今天夏天要 今年夏天要办奥运 现在要限制 目前是限制 111个国家的国民入境 那日本考虑 从疫情已经平息的国家 开始松绑 比如说越南 泰国 澳洲 纽西兰 但凝确表示 不包括中国大陆 日本的外务大臣 说呢 将会观察各国的疫情 分阶段松绑 先对商务人士 跟需要入境的专家 不会立刻对观光客松绑 反正麻烦就在这里了 我刚刚就讲了嘛 20beams 观光当然很重要了 但是观光其实创造的那个 经济的比重 其实是不高的了 但是也不少 比如台湾一年有1000万 人到台湾来 一人花一万就是1000亿 如果一人花十万就是一兆 那就很多了 所以怎么鼓励观光 花钱每个国家都处心纪律 我就算给你听 你就知道了 1000万 一个人一万就是1000亿 万万不是一吗 各四百千万十亿 十万百万千万 千万以后就是一 所以这很好算嘛 你有一千万人来嘛 那他花多少钱问题是 花的多当然是不错 但你不是光靠这个 台湾主要是靠外销 那外销就有商务客 其实台湾这几年 已经少多了 因为现在都靠什么台积电 红海这些东西 代工或生产 它这个零件 早年的时候 台湾那个时候 什么都做 运动器材 什么帽子 雨伞 然后杂货 山嘴 杂货 各种杂货 圣诞节的各种东西 圣诞灯 什么 很杂的 台湾那时候 真的什么钱都赚 什么都做 可能人力便宜 那时候 外国的那种商务客 不绝于途 那外国人怎么买东西 就是他比如说 这种大的公司 比如最近打的 Jesse Penny 之前那个Kmart Shares 这种大的百货公司 他都有buyer 财购者 他就到处去看 也到台湾来 一个工厂 一个工厂 然后 比如他如果住在 这个旅馆里面 那些厂商也都知道 就送catalog去 然后送资料给他 等等 但那个商务客 是不绝于途的 整个旅馆都是满满的 都是商务客 这几年就少很多了 都跑大陆了 或者跑其他 什么越南 什么这些 到台湾来就少了 所以商务客 是非常重要 因为你商业这东西 不是只是靠什么email 什么之类的 他一定要看到 比如我去看你的工作 我看你的产品 要跟你人交谈 对不对 这个人诚不诚实 老不老实 看 谈谈 感觉怎样 那都很重要的 对商业来讲 都非常重要 就要见面是很重要 不能光靠 那个纸上谈兵 像比如有的时候 你跟外国人做生意 他说你到我 有空到我办公室来看看 等等 我说到你办公室看干嘛 那时候我傻傻年轻的时候 他说你来 他说你来看以后 下次你跟我在通电话的时候 你脑筋就可以想象 我坐在办公室什么情景 我想这是有道理的 没看过你不能想象 你想象你在办公室 你就知道那个人 就在那边跟我通电话 传真 以前还没有email说 Telex等等 所以这很重要的 所以互访也蛮重要的 我到过这个工厂 我知道他出货的情况 对我脑筋有一个picture 有一个图像 所以对商务客来讲 那个访问重要 非常重要 而且他因为有钱赚 杀头生意没人 陪本生意没人做 杀头生意没人做 所以他也最勇敢冲出来 你现在叫你去观光 你可能还不见得愿意还怕呢 对不对 但商务客他没办法 他必须要去 所以他们现在先从商务客 也是 台湾其实也想象 对商务客该怎么办 经济疲弱出现警讯 美国联准会呢 说至少会两年内不会生息 美国联准会呢 今天11号 透过视讯方式跟记者 举行记者会 他们现在记者会 还都不用面对面了 说明呢 这次他们的会议结论 宣布美国利率将持续维持 趋近于零的水准 更预期疫情对经济的冲击非常大 到2022年底前 联准会都不会生息 先告诉你不生息 他这一讲 美元理论上就强不了 因为美元只要一生息 美元就强 大家就把钱搞到美国去赚利息 联准会主席鲍尔 在视讯记者会中表示 这次公共卫生的危机 在短期内严重影响经济活动 影响就业 影响通货膨胀 并对中期经济前景带来极大风险 鲍尔说 疫情导致数百万人失业 经济不景气程度 跟复苏速度依旧非常不确定 所以呢 他们承诺 在可预见的将来 目前的超低利率不会调整 甚至没思考过生息这个选项 想都没想过 会后声明 联邦资金利率目前区间 保持在0到0.25%之间 直到经济熬过疫情冲击 并充分稳定就业跟物教为止 17名与会官员 全预期趋近于0的利率 将保持到明年年底 其中更有15个人 预期 到了后年年里都不会升息 他们有17个官员 17个里面的15个 结果就全部了 预期到后年级都不会升息 不过经济的东西 真的是很难讲了 之前联组会一直要升 你记得吗 川普一直骂 不要升啊 不要升啊 骂这个联准会 后来你怎么想到 世界经济会变成这样呢 你怎么想到疫情会变成这样 做梦都想不到 除了可能暂停升息 长达两年半 根据联准会的会后声明 未来几个月 联准会将持续增加 美国公债跟房贷的担保证券持有 估计每个月至少收购 800亿美元的公债 400亿美元的房贷担保证券 就是也是放钱了 我收工资我就用钱放出去 我用钱给你买 其实就是把钱注到市场里面 联合国大会将首度采取视讯方式 因为疫情 受到新冠肺炎影响 联合国大会主席今天宣布 今年的联合国大会 将采用线上虚拟会议方式举行 这是史上第一招 9月22到9月29号登场 联合国大会 他的主席是奈及利亚的 蒂甲尼莫汉莫德 我是赵好康 欢迎你回到赵少康 现在现场 好联合国大会呢 在9月20号 9月20还这么久 现在才6月 今天6月9号 今天6月11号 9月22还有三个多月 所以他们预期到疫情不妙 9月22到9月29号 他们说 就联合国大会主席了 来自奈及利亚的 蒂甲尼莫罕默德 Bandy说呢 时间不变 但是呢 要采虚拟方式 联合国大会主席 发给成员国的信里面说 他推测到今年9月 国际旅游跟面对面的 大型会议 因为疫情所得的限制 可能仍然多少会维持有效 所以他采取线上方式 各国领袖演说 将用预录的方式来发表 各个成员国要在会议 开始前5天 把演说寄给联合国 每人演说不超过15分钟 播放演说 或是大会讲台朗诵的时候呢 各代表可以派一位外交官 参加实体会议 从联合国1945年成立以来 大会从不曾取消 过去只在1964年 因为金融危机 2001年因为91恐怖 攻击延后 这是世界上 全世界最大的外交会议 除了世界领袖的双边多边会议 还有好几百场会外活动 东京奥运也要简化 国际奥会跟东京奥主 奥主委确认 2020东京奥运延后一年举办 不过是不是能入期举行 还有疑虑 国际奥会主席巴赫今天说呢 相关单位真的研究简化方案 来因应疫情带来的挑战 原定下个月24号 开幕的东京奥运 已经宣布延后到明年的7月23号登场 本来是下个月 7月20号 改到明年7月23号 真的整整延了一年了 不过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 担忧还没消除 国际奥会主席巴赫 接受法新社专访指出 相关官员正在研究200项简化奥运的提案 坦言疫情对奥运冲击巨大 过去从来没有筹办延期奥运的经验 而且还得在疫情大流行的时候呢 持续的情况下筹办 巴赫说正在跟日本方面研究 怎么样降低奥运的复杂性 如何节省延期举办的成本 所以他们考虑从服务水准物资 营运跟场地管理需求着手 日本共同策报道呢 国际奥会执委会跟东京奥主委 有三大共识 就是东京奥运要提供安全安心的环境 让东京跟日本国民理解 会让费用最小化 为实现安全可持续的奥运进行简化 此外也要让明年奥运成为 前所未有团结与共生的盛会 成为向世界展示复苏与重建的证明 也由日本众议员考量疫苗进度 提出直接把东京奥运延后一届的构想 就是延到2024年 这对许多运动员影响很大 所以国际奥会或东京的奥主委 还没有回应 延一届 很多选手就没有就老了 运动这东西没办法 就是那么几年 巅峰就那几年 而且每种运动还不一样 你说体操 看就像小孩一样 体操我看过了20岁就不容易了 他身体柔软度什么都不一样 有些运动好像就可以久一点 棒球好像就可以久一点 很多棒球现在肚子都大大的 因为他就靠那个打手有没有 投手这两个最重要的 投手最重要了 投手只要投了好都给你三阵了 以后你怎么你根本就死在那边 那你打个全力打我慢慢跑吧 也不必跑太快了 等等 所以看棒球选手很多年纪稍大一点吧 身材走了一样的比较多 有些就年纪限制比较严格 你说高尔夫球可以打很久 他没有那么激烈 所以不同的运动 射箭大概也还好 射箭应该也还好 所以看到底看什么运动 有些运动你拖四年 今年他今天比如机会得牌的 给他拖四年就完了 所以到现在为止还在扯 说要不要延四年 我认为应该不会了 应该是到明年 明年也差不多了 还要搞多久 所以他们在等疫苗 那疫苗还没出来 一般通常一个疫苗十年 你现在一年就把疫苗搞出来 这个疫苗本身安全性要怎么样 所以不敢讲 很多药就是这样 他们也做动物食品 做人体食品 一期二期三期都做完了 就吃了来发觉有问题 会引起这个问题 很多药厂赔很多钱 那种集体诉讼 一来几百几千个人 因为吃你这个药 就搞得有后遗症 那个也是蛮可怕的 那韩国瑜联合报时说 韩国瑜说呢 他的罢免国民党无关了 请外界不要唱衰国民党 这个跟这个 曾启臣没关 主席跟秘书长李前楼没关 都是市民对于他的这个韩团队 市府团队的不满意 等等等等 叫外界不要唱衰国民党 等等 江启臣他没有他昨天去高雄 举办这个行动中场会了 显示跟高雄在那一起 之前我看消息是说 补选之前 每周都要在高雄办中场会 那现在看起来不是 后来我这去打听 说不是 是机动性的 这礼拜在高雄 下礼拜不见得在高雄 各有利弊了 当你这个意义了 我在高雄开重视高雄 在高雄开就重视高雄吗 你这个对高雄带来什么呢 所以也不见得有什么 太伟大的意义了 那就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决定 那当然韩国瑜现在自己是客气的 说这是因为我了 跟国民党无关了 他都有关 这个东西你很难讲 这个就是我 那个就是国民党 你国民党如果现在声势强 当然对韩国瑜是有帮助 你国民党刚好倒没有声势弱 所以当然互有影响 因为这种政治人物 绝对没有什么单打独斗 跟党无关的 政党会影响 你也会影响政党 一定是这样子 那韩国瑜说 说为什么郑南荣就是英雄 许昆源就是狗熊 这当然一方面有党同法医的问题 那一方面也不太一样 好那么韩国瑜 韩国瑜说他没有鼓励 他甚至他是不鼓励 说周末在凯道集会 所以这就变成有点怪了 就是说那到底怎么回事 谁去申请的 说是韩粉申请的 但是韩粉如果申请 韩国瑜要同意 韩国瑜说不鼓励 那韩粉呢说管他 我们现在申请了就得办 所以看起来个形歧视了 这有点怪 本来这种罢免结束就结束了 办一个肇事大会也很怪 那你到底是怎样呢 事实上选举的结果 就是最好的一个结果 结果你就输了 就是输了嘛 有些人会讲说会不会坐票 我说真的不会啦 台湾目前的情况你要相信 而且事实上 选委会是地方政府 就是各地的竞选 或是罢免的这种投票 是地方政府在管 地方的护政事务所 什么派人去弄啊等等 去工作啊等等 主要是这些 那是你自己的 你还在执政啊 他怎么去作假 怎么去灌票 所以我觉得那个不太可能了 这点要相信 这几年也没有人敢做这个事 尤其基层公园 他干嘛做这个事情 那既然好吧 如果说选举是没问题的 是基本上算是公正的 透明的 那选的结果就是这样啊 那网络上我也看到有人传啊 就说哎呀这个以前选总统多少票 选市长多少票 怎么现在这么这么这么多票 他们是把韩国瑜讲的 1135万没有出来投票也赚进去 就是没头的算进去 那没头都有40%啊 那过去统计 比如蔡英文得多少票 韩国瑜多少票 陈其派多少票 韩国瑜多少票 他没有把那个没头的算进去 所以你把那个没头算进去其实也差不多 并没有因此高雄选民 一下子说怎么突然多了多少人 没有了 我觉得很多时候你骂当然可以批评可以 但是你动动脑筋想想那个科学的依据 否则没有说服力了 韩国瑜被罢免 当然韩国瑜很失望 对国民党是一个震撼 但更震撼就是许昆元的坠楼自杀 那是完全没想到的 很多事情就这样 突然发生性是最令人不能接受的 比如说假如说家人 他如果得了慢性病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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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不行了 这个时候你就比较容易有 心里比较能够接受 假如说一个家人突然之间 发生一个车祸 然后突然什么心脏啊 什么中风啊 突然不行了 你就很难接受 因为他好好的 上午还好 怎么下午就变成这样 这种突然的事情很难接受 但是如果慢 所以最怕一种叫做贱 很多时候叫贱 贱贱的贱 任何时候都贱贱的来 你贱贱贱贱养成一个坏习惯 你贱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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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在那個時候 現在當然很多人 他說他是為了理想言論自由 那時候很多人也不諒解 沒事你幹嘛自焚 但是民進黨一直認為說 哇他是爭言論自由的象徵 他們那時候辦黨外雜誌 因為一直被抄 所以就要爭取100%的言論自由 我記得那時候他們黨外雜誌 講的這個東西 所以如果說因為台獨 因為這些言論被抓被關 他們就認為違反言論自由 事實上後來法律也修正了 刑法100條等等 就是不以言論入罪 隨便你講什麼 思想無罪 怎麼想都沒關係 但不能行動 行動有罪 思想無罪 言論無罪 你說行動你去叛國 行動你去搞這個暴力等等 那是有罪的 但是我想我寫我講 沒罪 那這段路當然被很多綠營人士 奉為英雄 就是因為他爭取言論自由 那許崑源不太一樣 許崑源只是因為他在跳樓之前跟家人講說台灣民主很失望 所以韓國瑜的意思就是說都在爭取民主啊 為什麼鄭良隆就英雄 許崑源就是狗熊 我覺得這個不一樣啊 鄭良隆是不是英雄也看誰 我想藍軍也不覺得他是英雄 綠軍覺得他是英雄 那許崑源變狗熊 藍軍也不會覺得他是狗熊 綠軍可能覺得他是狗熊 綠軍棄他我覺得主要是因為 綠軍覺得韓國瑜選總統 選那個被罷免 綠軍大贏 血齒了 高雄之前被韓國瑜拿去是啟齒大陸 結果這次把韓國瑜幹掉了 又所謂他們光復高雄 這本來是多麼值得 大叔特殊 這個普天 他們同慶的一件事 突然發生許崑源墜落 整個就他也不敢慶祝了 整個那個氣氛就冷下來了 民進黨當然氣嘛 真的很氣啊 所以就要抹黑他嘛 他什麼為了什麼什麼 韓國瑜被罷 什麼韓團隊不行 韓團隊做得很好被罷難過等等 民進黨要否定他 他絕對不是為了這個 他當然是為了韓國瑜被罷免才墜落 那他為什麼早不跳晚不跳 在那個時候跳呢 一定是影響的 怎麼會沒有用 當然你說是不是只是為這個 可能不是原因我們也不知道 對不對 他可能有個人原因身體不好了 等等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直接導火線絕對是這個 就是這樣 所以你也不必否定他這個 那當然你去黑這個許崑源 就沒有什麼道理沒有意義啦 你就黑他已經人死為大都已經死 那還要怎樣 要怎樣嘛 我們常常講殺人不夠頭點滴 那要怎樣 只是台灣就是 就是人變得很這個蕭薄啦 變得那個非常的尖酸刻薄 常常變成這樣 人性都沒有了會這樣 但是呢說一定要把許崑源跟郑南柔拿來對比 我覺得也這個比喻也不恰當 蔡英文說沒有罷韓國家隊 當然他沒有一個對叫做罷韓國家隊 但是呢他各個部會做的事情 那個都是 因為他是政府官員的 就代表 從某個角度代表政府代表國家嘛 他做的事情 民眾就認為你就是國家做的 就是國家隊嘛 李靖勇他不是 中選會不是國家的嘛 不是國家的一個獨立選舉 中央最高機構 那你中選會主委 你的態度表現出來不公平 他認為你是國家隊 陳時中 你是防疫總指揮 你跑出來講 發燒都可以去投票 居家檢疫 居家隔離 我心裡傾向讓他去投票 那你這不是已經不公平了嗎 他雖然不一定能去投 但你這樣一講 你本來等於在助選嘛 你蔡英文當然 你中常會開會 全力發動去罷韓 本來民進黨說要維持一個距離的 後來說要投下去 蔡英文還是總統啊 那你倒是以 當然我是因為在中場會 民進黨開會 我是黨不是總 不是行政不是國家 那你還是有那個形象 我一直認為說 民進黨也在官方向 最後民調做出來結果 發覺韓國瑜會被高票罷掉 民進黨才加進去的 這根本是一個投機 他才加進去幹 知道一定會罷成嘛 如果那個時候 照他們講 開始還搞不清楚 一定會不會的時候 他不會下去的 他並不是因為覺得罷不過 所以要加力量下去 他是覺得一定過了才加力量下去 因為我們看了幾個民調都是這樣 TVBS告訴我 他們做民調 他們在罷韓前幾天 他們做民調 一定會去投票有八十幾萬 一定會加上會的有超過一百萬 他們把那個會的扣掉 所以覺得會的不見得會去 但一定會的大家會去 就有八十幾萬個 會一定會去一定是罷韓的嘛 這民調早就出來了嘛 我們時間到了 謝謝收聽 再見 再見